大家好,歡迎來到東州投資會 Hello, 比比 Hello, 大家好 好, 循例先介紹一下 今集有海底亞洲投資策略部主管溫傑 Kenny和大家聊天 第一個問題就在下面留言問 就幫大家轉答 希望可以解答大家的疑問 那就報一下市 今天銀紙是收報18,130點 升了174點 成交今天是1,010億 一些重要資訊包括 財政司將成立小組研究調整股票 引發稅內房股做好 恆大復牌急錯 那就交給比比說一下市況 因為今天其實升幅多一點的 本身就升幅要來收拆 最後是升幅不太多 升了174點 市況也想看 反彈後又收拆了 其實是否代表什麼意思呢? 有什麼資訊可以看到呢? 第一件事 如果你看純粹表面上看 始終是高開之後升幅大為收拆 還有開了一支陰燭 最後是升百多點 幾個角度看都是一般 反映市場氣氛都是普普通通 還有成交也不算太多 1,000億附近 所以大家就算跌到175,000 不是很肯買 就算有好消息也不是很肯買 沒有流動性就好 其實我覺得流動性有 不過大家信心不足而不去買貨 這個是暫時講故最雞和雞蛋 因為基本因素未改善 我就不買 但反過來說 因為你不買 始終上升動力會減弱 這個是表面上看 但你問我的話 因為用一個收視角度去看升百多點 才是合乎情理的 因為大家看夜期黑期 夜期都是升百多點而已 所以如果你脫除了 他早上一開那一下 其實看收視百多點 其實與夜期黑期是配對的 第二,A股也是升1%多些 我們也是升1% 其實也是配對的 如果你說A股升1% 而我們升3、4、5% 其實反而是否我們有點亢奮呢? 所以其實這個世界就是觀念的角度 但是我想大家都會同意的就是 其實減印花稅 就算有 都是一個比較短期的利好作用 那究竟短期有沒有利好呢? 我覺得會有的 當然你說 哎呀,其實我們買 我絕對同意 我們買東西是看那件東西的價值 如果我覺得那個價值會跌的話 免費我也不買 但反過來 如果股票是很好的 貴一貴我也買 對啦,不要說13點子 或者香港13點子 你說1%我都給 對吧? 但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的 你已經明白到 對一些高頻交易 交易得很密的 又或者一些market neutral的對沖基金 其實不用看你升還是跌的 最重要的是價位有少許偏差 買很快 一分鐘幾十秒便會沽 對他們來說 其實印花稅 不要說印花稅 交易成本是一個考慮 可能每一個貿易 每一個位置 都賺不到 可能是零點幾%或者多少 你的印花稅是有影響的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降印花稅 給大家一個象徵意義 除了7月24日 政治局會議跟你說 要活躍這個資本市場之外 它真的有做 那大家就會聯想 既然你說的事情你會做 那是不是接下來都會有其他大招 這是一個象徵意義 但是歸根究底 大家覺得就算有也是短線 因為你沒有解決問題 大家覺得經濟不好 大家覺得會不會接下來 內房市場再爆煲 不是碧桂圓 變相反彈當然是比較短期 但當年說 一個星期或一天我們不知道 好了,回到市場 剛才解釋了 就是印花稅只會有短期的效應 而暫時看今天升百多點 其實是符合預期的 第二 香港是否跟減 你一個星期前問我 我就覺得香港不減 因為幾位的官員都重申了 其實他不覺得加印花稅 對港股的成家是有影響的 第二 印花稅也是香港政府的財務收入之一 他們的立場就是不覺得你減了就會刺激成交 所以他會覺得你一減 負房收入就會減少 既然股市下跌 成交下跌 不關這件事 但如果你一旦 首先就會令到負房收益減少 那他怎麼會做呢? 大家不是 現在內地做了 也是 超哥、波叔叔都成立了一個小組 是談如何增加港股的流動性 似乎會談這件事 最後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作為香港公表分析師的理事 其實我們的會 都寫文章、寫信 發表了我們的意見 我們贊成去減 當然我們會考慮各個官員的一個觀點與角度 所以我們覺得除了減印花稅之外 其實有第二招大家很下台 你就收單邊 現在是收兩邊的 如果你收單邊 哪怕你保持著13點字 其實13點字真的很貴 你想想 很多的券商 其實的佣金都沒有13點字 你交印花稅高於券商的佣金 其實就不是很講得通的 你保持著不動 但你收單邊 起碼可能我只是買或者賣才給 變相正常 除非長渣 長渣影響不大 你快才會影響 有賣有賣之下便會變相減了一半 所以希望快點有後消息 但重新一次 這些都是四爲散眼的事 有其他的因素幫助之下 才能夠扭轉大家對港股的市場氣氛和信心 摸著石頭過河 我本身今個星期的說法就是17,500到18,500 因為在列口分析來說 在8月15日和16日是一個列口 列口補完的話就是18513 我記得上星期有跟大家說 今天的高位其實就是184 等等 今天的高位是18564 叫做補了列口少少之後就跌下來了 叫做補了第一個列口 但反過來上星期有個低位就是17573 所以我其實是昨天做節目做訪問說的 175、185就似乎是今個星期的區間 暫時來計算 真的跌一跌185就跌下來收市1130 暫時是對版的 看看接下來的業績 還有是不是有其他的政策跟進去 至於具體政策來說 具體的操作很簡單 如果我會覺得你絕對看不清看不通 是可以看多些節目做功課 但就未必需要很積極買貨的 這是坦白說是真的 但如果你想買的話 現在有點尷尬 我們之前說過了 下面來說我給了三個給大家 17300到17700是非常關鍵的 包括一個黃金比率的0.618和補列口的分析 所以如果你搏反彈的話 具體哪些點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17300到17700這個區間 應該怎樣都會彈的 你要買其實應該可能上個星期跌到這些位置 你可以考慮 買的話去到今早 你真的去到18500其實也有幾百點的升幅 但現在來的就比較糟糕些 可能你就要等一等再回調一點時間 才是薄反彈 又或者是分住買貨 但反過來我想搏它 趕故意死了 這個位置又不是彈得很高 我經常都說 如果真的彈到補上第二個裂口 8月11和14日補到19049 如果到時都未有招數出 到時你再做短倉搏 那個勝算又可能會高一點 所以現在這一刻 雖然我來自券商 但很實際的 你可以買其他產品 我們有很多產品給你買的 但是港股 我就不太贊成 這個水平做太大額的買賣了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叫做成交過千 頭幾分鐘已經有什麼問題問 我講快點 你好 知道 首先問這個三八八 就問港交所 有什麼位置可以入貨呢? 我本身說過 我先講自己的定位 我覺得三八八不是我現在想買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有兩個觀點 如果你是好看好 短線港股會反彈 其實你買一個科技股ETF 因為科技股有Beta 可能會恒生錢數升1% 可能科技股升2% 或者2.5% 我舉個例子 我們經常講兩隻 3033其實今天都升1.5% 另外726就升了3% 其實這個相對於380今天升 就是3.2% 其實大家差不多 跟726比較 我覺得如果你拼短線反彈 你就買些近的東西 拼得升多一點 但是反過來 你不看好港股的 你就沒理由買380 變成了我覺得 有點尷尬的位置 但不是的 我都是中場線看好港交所的 那我分駐 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可能真的 三個水附近都可以分駐 因為你看到下面的位置 其實見了三個低位 大概都是280元左右 所以我想300元下一柱 其實第二柱 不知道下不下 可能下到的時候 才下第二柱 那就比較安全 所以現在就收297.2 你想去買的話 我不是 你這麼說 300元不是我這一刻的手算 但如果你要買的話 我覺得300元以下 都可以考慮分駐 但真的要分兩三柱 這個給你做一個參考 好,然後問另一隻股份 這個前景188.0 中國中面前景 怎樣看來 今天是升了2%左右 你這一點特別 其實上個星期有一天 是跌得比較深一點 大家歸咎於 好像是星期五來的 大家歸咎於 可能業績不是太理想 但我想說 業績本身出了快步 所以究竟那天的跌幅 是否因為業績 我有疑問的 反之而可能是因為 本身星期五的市都是跌的 你記得恒生之數 二、三、四升完之後 星期五就下跌 所以我估計就是 業績不太理想 那你出了最後的業績 再強制你的訊息 然後那天的市跌的話 令到它有些回途 但總體上來說就是 我會這樣說 我喜歡旅遊股 但是看完頭兩季的季跡的話 中面都好像一般的 第二季有改善的 我重新一次 其實在去年年底 我自己承認 我們有選到中國中面的 我們那時候好像說200元買 接著去到四月的時間 其實都說真的 都180元附近 我叫大家自成 因為第一季的季跡 是非常可怕的 雖然收入的增加 大家都知道 通關通行便會去旅遊 那免稅店收入便會增加 成本增加 成本增加都比你的增長還快 那它有解釋 第一是匯兌 它去年第四季 用美元買了很多貨 因為當美元第一季下跌的時間 它有些匯兌損失 此其一 第二就是原來在2022年的時間 疫情 它的舖租就不用交 到了2023年 它要交租 那就糟糕了 交租是正常的 一交租一正常 你就拖累了你的收入 那當然不行了 所以第一季 四月幾的時間 我們說這隻打屁股股 要小心點 那又叫大家止勝 幸好180元 那接著就流血不治了 那現在來計第二季 就有些好轉 但如果我博 我為何不博攜程 我為何不博同情旅行 別人的業績真是好 那除非你說 我也知道 攜程不是便宜 同情也不是便宜 我就想買便宜的東西 那我就只能夠建議你 可能是100至105元這些位置 是落第一柱 還有就是中長線 因為業績都出來了 你要再等第三季 第四季才會有催化劑 然後大家都不喜歡它 大把蟹貨 你想想 我只是說四月到現在 180元 滾到100元 你想想有多少蟹貨 那升上去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想著 不如先走了 吃少點 令到它反彈之佬 會很波動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有攜程 你有同情 你有伏星旅民 很多東西選擇 就變成我 都不夠膽 在這一刻 推卸中國中面 但是 100元附近 我想下跌的空間 不是很多的 好 接著是1109 即是華潤市地 32.8元 你應該怎樣部署呢 拿著 你也是進取 因為我自己覺得內房 是沒有改善的 由頭到尾 由之前的三支箭 到現在這一刻 都是沒有改善的 我剛剛昨天上去看公司 都是一間內地的房地產公司 簡單來說 內地還未賣到樓 你賣不到樓的話 就算給你怎樣去股權融資也好 怎樣也好 你都是買時間的 你都未賣到樓 資金回籠不到 所以內房我還是審慎 二 如果碧桂園也出問題 第一 我不知道碧桂園會不會是停牌 會不會是真的違約 大家知道 兩筆二千多萬的美金利息還未還 30天的時間裏 如果都還不到 其實就是違約的 我當你還到了 你未來半年就有200億的債 你還不還到呢 你還到了 其他的公司會不會出問題呢 所以內房第一 不是我首選 但是 為什麼我沒有告訴你 如果你要買 我也同意 是應該買1109、123和688 如果看業績 暫時來算 123是最帥的 因為真的很帥 所以你見到股價表現相對 我不要說很好 是比較有銀性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拖遠了 現在先拿著 沒有特別要做 因為32.9買入 現在32.9買入 現在31.9 你唯有繼續看著 希望升到上去 第一個阻力位 就是34.4 你看看如果升到上去 你會不會減遲 或者吃一些 反過來下面來算 就會約會在30元附近 現在網局程度上的中間位 所以先持有 我們再看看整體的來房發展 大股市的氣氛 再做決定 好 接著1797 東方運船 或者是在47元的時候買入 問有什麼想法? 我自己盲買這隻股份 47元其實應該是之前買了 接著就跌了下來 跌到最今的時候 5月多的時候只有23元 所以你也挺厲害的 就是40幾元去買入 然後27元都沒有沽出 最近就反覆回升 因為一來大市 二來就是入指數 等等不同的原因 接近你家鄉 都是拿著的 但是我自己對它一般 因為我看不到太大的競爭能力 我問很多內地朋友 似乎那些東西都比較貴 當初來算 由一個教育事業 變成直播大課 哇!老師口才很好 又有東西買 又有英文學 哇!沒得頂了 但是能不能夠持久呢? 還是我回到其他地方去買東西呢? 我有保留 就是我看不到它很大的護城河 我看不到很大的增長動力 我看不到透明度 所以我自己一直都沒有推這隻 但是怎樣都好 現在欠一個多個月 就怎樣都拿過去了 但是回到家鄉的時間 你就問自己一句 你如果好看好它的 那你就繼續欠 你不看好它的 就平手走 拿回現金 因為始終近這一輪升得急 我不要用5月多的時候去計 就是了 我只是用7月27號 其實那時候7月27號收市 都是30元而已 7月27 都沒有去到8月27 好像去到了 一個月 一個月由30元變45元 這一輪比較急 所以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是你 我在47元 如果上到47 其實今天都高位做過46.8 其實這些位 我可能會考慮減持三分至一半 拿回一半現金 萬一再升上去 那我還有一半 幫我追上去 幫我追上去 幫我賺少少 跌下來的 幸好就有了一半 另外還有一半 可以再買回東方欣選 又可以 我買回東方欣選 又可以 那我的彈性就出現了 所以我會看到 47元左右 我就會減持一部份 除非你好看好它 那你就不用問我了 你就拿著它 好,接著就問外需的兩隻 那先問了這個176 怎樣看 176怎樣看 似乎近來市場對於那個 你應該這樣說 短期要小心一點 我解釋 這個跟我之前的廣泛看 有一點點不同 我記得它之前的業績 那天就是下跌的 因為業績出現一個倒退 那時候應該17元左右 但我就說 你看過業績的話 其實不是那麼差 是因為税增加了 這只是一次性 換句話說 第一個影響就是 不要因為八威亞太的業績差 你就覺得華洋啤酒也會差 這解釋的 華洋啤酒的業績是好的 我再解釋 我知道你馬上會去挑戰 不是我跌的 我等一下會解釋 第二就是 其實如果因為 大家錯誤理解的業績的話 應該白威也有機會反彈 好了 其實它都是彈過下的 彈到18元附近 好了 但最近為什麼又會弱呢 因為回回華洋 華洋的業績是OK的 但是華洋的管理層 吃了這個誠實豆沙包 有沒有吃過 很簡單 但是它跟你說 七月份 因為經濟不景 那個消費信心和預期受挫 正確這個字眼 所以七月份的啤酒銷售 是下跌的 下跌 然後八月份 可能都是下跌的 那你就知道了 一季 只有三個月 七月 八月都下跌 第三季 應該是 都奶奶的了 問題就來了 是的 我跟你說上半年很好 上半年過了沒有 過了 現在大家看未來 我就管理層跟你說 喂 真的 當個賣家跟你說 我的車也是一般的 你知道 當個賣家跟你說 賣花、賺花香 你相信七成 當個賣家跟你說 有些問題 你真的很小心 這個問題應該挺嚴重的 所以你看到整體 291也好 白威也殺了下來 今天來算是彈了一點 然後升幅收窄 我會這樣說 有貨的 如果你跟了我說 17元 都輸著 沒有什麼輸 兩毛四字 如果是華原就輸多些 我自己承認 未買的就先看看 因為既然跟你說 七、八月的銷售不行 當然他跟華原說法就是 第四季很行的 第四季 我第三季尾 我看你跌到傻了之後 我先買 我先駁你第四季 還有 我只知道第三季不行 第四季行不行 是你跟我也不知道的 你說行的 我這個人天生是疑問多的 你跟我說的話 我不是馬上瞬間 所以我覺得 針對啤酒股 和之前有些說法 是因為華潤的管理層 對於第三季的展望 是令我有些介紹 還有 我再說一句 你的市場本身不是好 我現在最喜歡的 都是說一些旅遊股 我覺得勝算最高 如果針對華潤白威的話 我覺得很划算 如果你可以買來中線投資 應該沒有死 但你就要中線投資 中間會不會再破底 會不會有些波動 就很難說 很難免 好 接著 內需就是夢牛 2、3、1、9 你怎麼看 很多人 今天問這些問題 好像答來答來 這幾隻 沒有特別觀感 因為內需其實 我這麼說 夢牛來說 我沒有想到特別的趨化 就是從業績或政策 所以其實我要等到很明顯的技術走勢有改善 暫時你可以說今天比較漂亮 或者最近在附近做了一個底 所以觀感雖然奶淚和啤酒是完全不同的 18歲以下就可以喝奶 但是酒勢和情況我覺得有點接近 或者沒有啤酒那麼大 始終啤酒可能是夜場銷售 或者是商用會比較多 所以經濟一旦有些意欲 又不談生意 又不出街批酒 這個是有實質影響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夢牛乳業就是 這些位置是 不要說抵買 是那個直播率出現 但是我又想不到一個短線的原因 或者是趨化劑 是令它立即會大升 所以只能夠說就是 內需股是弱勢的 你買進去的話 要有一個叫做比較耐性 我只能夠這樣回答你 好 接著不同一點 我們回到科技股 好 就是369 中線投資什麼位可以買入 369 過去一個月跌了幾% 都算是科技股當中 其實它業績算不錯 但是即刻也有跌 OK 美團 我很簡單地說業績 其實它以前做三件事 第一就是外賣仔 第二就是倒電服務 第三就是一些新業務 主要來說就是我們所說的 社區團購等等 大概一年它就regroup了 它將頭兩個業務歸納為核心業務 這就是它的brand and butter 基本上是很賺錢 很穩定的 賺完的錢 就讓你燒一下 去發展的新業務 希望如果隨著頭兩個業務到頂 增長放緩的話 它第三隻腳就走到新路出來 就可以令到企業永續地增長 這是它的主觀願望 今次的業績是OK的 不過很特別的情況就是 反而我們看到虧損率的收窄 或者收入的增長 新業務那裡是放慢了 但反而舊有那兩個業務 即是外賣和到點 是比預期為好 所以整體上是優於預期 但你馬上會問 又優於預期 那為何跌呢 很簡單 也是華遠的朋友 因為跟你說第三季 很具挑戰性 令到大家便宜一宜 而且你要留意到 在業績公佈前 其實它本身是炒高了 炒高了 最後業績雖然是好 但是展望給大家有個戒心 那就還原基本步 所以一枝陽觸 再出一枝陰觸的情況 就是容易解釋的 我自己的觀感 都是留意騰訊 阿里和快手為主 美團呢 除了剛才所說的 那些貨散散地 都還是一個問題 太多貨在散戶上 變成了會難搞些 如果你說我真的看好美團 我會擺得比較保守 要到125 125 大概這些位置 125 126這些位置 我才會開始想 嗯 好 接著 下一位讀者 問7226 短期有沒有機會上到5.6 這些位置 7226 哇 博他兩倍反彈 那麼 5.6 很難回答你 因為我只會這樣說 我自己會對他來說 就是他兩倍共感 其實都是看科技指數 但是科技指數 我覺得我會當它是一個beta 去看 所以我看恆生指數 所以第一你問自己 恆生指數看來15000點 不是15000 嚇死人了 18500點 就有初步阻力了 短期好像上升空間不是太多 如果上升空間不是太多 哪怕你科技指數有beta 都星期有個普 那星期有個普 那星期有個普 得來 那麼你兩倍 我會覺得有機會 但是你建基於 始終是指數本身 是要氣氛走 那麼 我想你應該買了 如果買了的話 我傾向是持有的 但是我想你不要看著 那5.6 就是我未知那5.6 但我覺得你會靈活些 現在的市況 不要看著那5.6的價格來做 你看看市場的氣氛 資金流向基本因素 去推斷究竟港股可以升多多少 然後再判斷科技指數可以升多多少 再判斷兩倍的槓桿可以升多多少 那就實際一點 所以到時如果真的5.5都升不到 站不穩 好像降印花碎等等 那些東西都炒掉了 憑之似乎要跌了 那你5.5都走 所以我覺得 就不要定5.6這個數 反而就是要靈活地看看市場氣氛 和科技股的走勢 好 不如讀者問20號仔 雙湯怎麼看 這個我不回答 可以不可以 因為他今天應該出業績 但我未看 甚至我不知道他出了沒有 所以我想看完業績之後才再回答 但我會這樣說 我一向大家知道 不能騙 我是不喜歡 所以沒什麼不說 我覺得雙湯是可以再研究一下 因為我有說過 因為我覺得他去年的業績有點虛 什麼叫虛呢? 就是說收入減少 但應收漲大幅增加 另外他燒錢燒得比較快 剩下來的現金可能 其實都夠兩三年的 但燒錢的問題是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不是他不好 是業績有些要再去釐清的地方 那就可能有其他原因 令到他被人兩個多轟下來 就好像是我對 我都沒有看得那麼淡 我只是覺得業績要釐清 所以今年上半年的業績 我覺得很重要 究竟毛利率、收入、應收賬 有沒有改善? 錢就虧了 虧多虧少我都不是最關心 我會看收入和應收賬 如果有改善的話 即是去年也是一次性疫情問題 不需要那麼擔心 那我們就跌到過半了 是不是可以提高一點? 但如果不是 應收賬再升 那我就覺得管理層要出來解一下話 那變相就 我要研究了業績之後 才做到一個判斷給大家 未來一兩天好嗎?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那就給你解答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